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声音节节 怀我从梦眼中 苏醒眼眸穿越血色 世间在你只一念 随我角色 心与我风与火 你与我不舍 无趣或为君生浑朵 寒似极阔 乾坤向这山与河 红黄沾灭残余波 不问候声音与过 为君随坚固 皆可 明朝相约看星河 无悔此隐生与此声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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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盘盘 开饭了 开饭了 快快快快 来来来 吃吃吃 你说说 我一个做天妃的 迟迟都学不会这壁谷之术 会不会引起怀疑啊 不吃了 不吃了 这是我认识你以来 第一次听到你说不吃两个字 怎么着啊 我要做这个全分 你还要借助口腹治愈不成 咱们以后啊 还是别跟什么旁的神仙闹了 回头又到天妃那儿给我告状 友情又得给我收拾烂摊子 那大门不出二门不外有什么意思啊 在这破天发音 天天叠这个破玩意儿 神君 自打您昨晚从碧穷仙子的生辰宴回来后 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怎么了 公主说日后要谨小顺威胁 公主如此懂事神君应该高兴才是 谁要她懂事了 我爱的是她 根本不是什么贤良淑德的天妃 这琴棋书画天规礼仪根本就不是她喜欢的 她要是为了我 你有这性子过得不快活 我又怎么高兴得起来呀 可由这公主的性子来 天界又会被闹得鸡犬不宁 到时候收拾烂摊子的还是你 您忘了上次公主跟三贞仙师们剧躲 咱们是怎么收场的了 飞池 我去趟天趴院 你找个理由拖住宫天 我太难了吧 好烦哪 这有些什么时候能处理完公屋啊 瞧你这天飞当的 趁天什么都不能吃 什么都不能玩 只能往这儿一坐 等着你的夫君回来 哪还有半点黎光夜谭的风采 气不气 你回来啦 嗯 急于 你真的在天趴院憋闷了半日 我不是怕被人发现吗 虽然说要谨慎 但是不用如此 走啊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 这神石喝医后的神君 还得会吼着呢 余余 之妃 马车到了 好 那你们把行李拿到车上吧 好嘞 好 风儿 风儿 磨蹭什么呢 快下来了 莫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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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讽会沉冤了 什么 她会沉冤了 糟了 情报丢了 想来她昨晚就已经到了 怎么靠的 就给我留下了一封信 她说她不忍心看着将士们受害 打算一个人回去承担所有罪责 让我务必把您送到白竹物 莫菲 莫菲 我得回去救她 我得回去救她 不行 奎儿 当初风儿换了轿子 也是犯下大错 如今 我又怎能让你重返沉冤 是生是死我都要跟她在一起 那我和你一同回去 我也去 还有我 莫菲 朝风心中最牵挂的人就是您了 您要是去的话 她只会更担心 还不如在沉冤外等着我消息 宿水海朝 你们照顾好王菲 此行只能我一人前去 你一个人 那岂不是洋入虎口 公主 还是我上去把大人救回来吧 之后您还有些暗信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现在岂是我们毫无胜算 只会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 如今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丽王 丽王 丽王 公主啊 海朝 事发把我送回承渊吧 公主 让我海朝一拜 讽刀 给你们俩表演个摩牌 二饼 不对不对 绝对是二条 六万 这差得有点远 这青葵公主是怎么做到的 要是有青葵在就好了 这三缺一的日子 真的是实在难熬啊 小友琴才不会让他来呢 友琴 还要骗我 怎么 也想来滚滚脸啊 三位先尊不必在场了 我们今日前来是一同领略 麻雀牌的 不要是他老夫了 老夫七岁年年就记得死死的 天界尽度 怎么不带他来了 少没良心的 没事 友琴 你就放过我们吧 我们知道错了 你看看 都是因为你以前太严酷了 看把三位老仙师给吓了 你们放心吧 我们真的是来推麻雀牌的 真的可以 这种啊 是万字牌 这种啊 是筒字牌 这种啊 叫锁字牌 这种啊 叫锁字牌 你叔叔有多少个 小妹的牌齐你还记得多少 现在我行 那一会儿咱俩大好配合 看起来这小子真想玩一手 难得凑齐了人 要不信他一回 能把友琴落下水 往后打牌便不必提心吊胆了 别忘了当初他们赢了咱们多少领主 趁友琴受伤 宰他 走 你还敢回来呢 我效你命 要杀要寡也是父王说的算 哪轮得到你 放他进去 大殿下 什么意思 本上说话你听不懂是吗 滚 多谢大哥 我都是为了谈谈 我都是为了谈谈 告诉我 他要杀 他现在在那儿 我可以向父王求情 你 不用了大哥 我回来就是为了了结这一切 他不属于陈渊 就让他远离这纷争 去这世上最美的地方吧 你 二臣叩见父王 父王 父王 一人做事一人当 就父王 皇过二政回家斩家 你母后罪奴出身 本王一路将你着生至斥后之位 归虚战后 本王更对你轻言有加 你就是这么报答本王的吗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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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母一阵八方 自然不会等我们这些蝼蚁有多难 而我只要拼了命能保全在意之人 便已经是万幸了 谁 谁 谭谭 你回来了 谁也不许伤害我谭谭 都给我退下 谭谭谭 多谢大殿下 你咋去哪儿 朝风犯的可是死罪 非冤殿绝不可装 走 我带你去我那儿 有我在 父王绝不会杀你 我此行正是为了救朝风而来 你 谭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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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光夜谭 谭谭 你不该回来的 你不该抛下我 你不该抛下我 竟然还敢回来 父王息怒 谭谭他只是一时受人蛊惑 二弟之死跟他并没有什么关系 求父王 网开一面 什么蛊惑 夜谭跟朝风早有私情 以秋之河都该死 父王若执意要杀谭谭 就连儿臣一起杀了吧 你 丽王 杀死鼎云的人不是我们 是玄商神君 什么勾结神族根本是子虚乌有 朝风若真有错 那便错在不该得罪王后 不该兄弟相争罢了 可究竟是谁让陈燕三子夺底 又是谁下的令 杀神君者即为储君 你是说是我害了云儿 不错 您 当然 当然 丽王 您在责打朝风之时 可有发现她浑身修为尽妃 您在陈燕安做王位之时 又可曾发现雪妃被王后夹害 几乎生死 丽王 您永贯四界向来杀法果决 唯独在储君仪式上举棋不定 才会掀起这一场腥风血雨 如今顶云死了 朝风也伤了 若您还是不肯罢上 任由王后继续腥风作浪 陈燕将有你日 是 好一张立嘴 分明是你们勾结少年有亲才害死云儿的 还将罪名扣在本宫头上 丽王 你答应过臣妾 要诛杀朝风夜谭 换女儿一个公道的 丽王 虎独不识此 这么多年了 您对朝风就没有半点父子之情吗 您还记得归虚一战 是谁拼死将您救出归虚吗 丽王 丽王 我们不要争权不要夺位 只求您能放过朝风一命 放过赤后营所有将士一命 丽王 丽王 难道您要因为一个罪奴之子 让我们的羽儿死不瞑目吗 将李光夜谭和朝风打入禅魂窟 择日问斩 是 父皇 您 到 你也太厉害了吧 拔拔呼扎呀 拔拔呼扎呀 你高兴就行 对了 这拔保留离瓶 好像跟我蓬莱将雀的能凑成一对啊 不行 给我 我要放在我的天趴院 请来养花 你方才还说 今日都是我的功劳呢 要不是我给你喂牌 你能赢这么多吗 也是 那行 你说吧 你想要怎么分 我们玩个你有我无的游戏吧 只要说一件事 对方做过 东西就归对方 对方没做过 东西就归本人 如何呀 你真的要跟我玩这个游戏吗 本君可是比你多活了两千年 还补过归虚呢 那又如何啊 本公主的实力也不容小气 行 我先来 好 十八年来 我有一半住在牢里 一半被禁足在店内 你有没有 归我了 我赢了我先说啊 我为了保命 睡过十几年房凉 你有没有 没有啊 归我了 还有 我四岁那年 被扔到山里 险些有去无回 你有没有 没有啊 又归我了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打伤过一个嬷嬷 你有没有 没有啊 归我了 没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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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小时候被我爹 被我爹乏会在大殿前一整晚 你有吗 你有没有 我赢了 给我 这些都归我了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呀 当时你对拉木说家人对你不公 我没想到是这样的遭遇 原来真正的黎光夜谈 过的是这样的生活 那些事都过去了 要没有那些精力我还赢不了你呢 今天开心是点开心的事 你要实在心疼 你就再陪我点东西呗 好 你想要什么 我想 我想长本事 那正好啊 再过几天上书囊就要开课了 你去上学吧 既能长本事还能解闷呢 真的呀 妈妈 妈妈 我失欠呢 妈妈 别着急 别着急 现在都什么时辰了 明日再说也不迟啊 哎呀 这据说清离星君 这次安排的课业格外烦重啊 咱们见面的时间那是少之又少喽 哎呀 你放心 我过去啊肯定会想你的 嗯 嗯 哎 那个 上了个事 嗯 今天呢 也有我的功劳了 给我留一个呗 可以啊 一个 别别别 țin 就是不行了 点准备一个 来 另一半 就もう驱人了 属下就算赔上性命 也要为大人破一次力 大人 大人 丽王虽不肯放过大人 但最终心软放过了赤后营重将 兄弟们是来谢大人跟公主 舍命相救之恩的 若管那年 我为了正出军功 瞒着母妃入伍 一路从小族做起做到了今天 我在军中有幸认识海巢 也认识你们 你们中间卧虎藏龙 很多人的修为足以封侯败相 可却还是为了我 留在赤后营 吵风 多谢诸位 各位赤后营的兄弟都到了 正好可以帮我们做个见证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回沉渊的路上我都想好了 无论生死 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难得丽王还能容我们一人 报告 曹风 我们成婚吧 成婚啊 这可是缠魂窟啊 扼杀云吉之所 我怎么能让你受这样的委屈 只要能跟你成婚 什么地方我都不怕 更何况你忘了 禅婚窟 是我们定情的地方 公主大义 这门属下虽然打不开 那是两三个红竹我还找得到 兄弟们 我们为大人和公主 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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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心意的不化 原地不下 谁让你在此修炼的 嫂嫂做完了 这么大的狐髓味熏死人了 我是把仙长交代的都做完了 才修炼的 这里是天界瑶池 几十轮的到你在此修炼 被罚到这里来了还这么嚣张 目无尊者到别处去 你没事吧 见过清衡君 见过清衡君 我方才都看见了 你们对狐髓仙子言语不敬 还故意将他推下瑶池 你们这么做所为何事 说来与本君听听 唯 唯 清衡君 他本是小仙 还受着责罚 怎能在此修炼呢 我等只是提醒他一下 提醒 仙长们只是罚狐髓来此洒嫂 可没让你们无端欺辱 你们这么做 已是违背天规 理应受罚 是我们错了 是我们错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们给狐髓仙子赔不适 请狐髓仙子原谅我们 清衡君 公与平 乃仙界之根本 你们心中竟毫无危险准责 那本君就罚你们 从今日起 照顾狐髓仙子的日常起聚 我们照顾他 有意义吗 小仙不敢 行行君为何带我来此 我都已经知道了 当初 你护我们下界后 就被发配到姚池洒洒 此事都是因我而起 我一会便去找知识仙人 让他免了你的职责 今后 你就在我定中认知吧 多谢秦衡君 但其实当初 并非是为了秦衡君 我是为了公主才这么做的 若秦衡君真的要帮我 还是把我送回天派院吧 这天派院的仙事都已经满了 况且兄长和嫂嫂最近如敲似漆 不惜被人打扰 你还是安心留在这儿吧 秦衡君 我 胡遂仙子日常起居 皆由本君殿中之处 若是你们还敢对他不敬 本君就罚你们去雷霆寺 是 秦衡君 我只是低阶小仙 不值得您如此 你值得 好好留在这儿 我晚些时候再来看你 秦衡君 胡遂仙子 我们可真的是羡慕你呢 秦衡君对胡遂仙子可真好呀 嗯 怎么一个个阴差阳错都跑天上去啊 留我自己一个人 好孤独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照顾你了 你就让我再叫你一声阿彩吧 阿彩 那啊 花姐 母后来了 你看起来有些失望啊 可是在等什么人 没有 瞧你那垂头丧气的样 别演了 母后还不知道你的心思 拿去 尚书能 本宫经过多方打电 终于帮你弄到了 去天界休息的机会 去尚书囊找你的天界小公主去吧 省得每天在府上 哀声叹气的招人烦 花姐 我又可以上学了 这一年我一定要发奋努力 先法大计 嫂嫂都如此努力 我和清衡也要加倍努力才是 没错 本宫主来了 定文卷 定文卷 你这是又前进天界了 少胡说 我这次可是光明正大来听课的 阴魂不散 那如此说来 从今往后 我们就可以同窗进修了 自从寿界一憋 我日日都在思念你 我也想到美梦成真了 我也想你 让我看看你的法卷文迪 可是当真得了许可来听课的 你真是 带那么些乱七八糟的 你是来修炼的还是来做工匠的 他可是四界法器第一人 可厉害了呢 行了 进去吧 走 走 炽 fantasy 炽 我再看看啊 青葵公主 你怎么来我们少书囊了 我以为你跟神君亲寿 不会来和我们一同休息了呢 我这日日跟神君待在一起 我也烦闷呢 偶尔和大家一起休息玩耍 也算是调剂调剂 我这几日啊总是在回味 青葵公主在我的生辰宴上 琴技高超 碧琼真的是自弹不如 我真的很想好好跟公主请教一下 是如何把琴弹得那么小 是这样 是这样 哎呀 你说你们天界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异味 异味 什么异味 酸酸的 臭臭的 你也知道啊 我这个鼻子啊太灵敏了 熏得我一直想吐 我找找啊 你 这位仙子 仙人怎么那么大的味道啊 你 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如此不懂天界皈依 在下地蓝爵 来自兽界 不才 嗅觉 发达 仙子莫怪 莫怪啊 现在真的是什么武器八糟的人 都能来我们天界上书囊了 是 比穷仙子此言差一眼 论身份 他是兽足皇子 论能力 他是四界首屈一指的法器锻造高手 论性格 他是聪明机敏 人心仗义 论实际 他是兄长复生的功臣之一 有何不能禁我们天界上书囊的 看什么看 你之前不都对他阴阳怪气的吗 今天怎么态度大变呀 一马是一马 他终归是跟我们一起吃过苦的人 我总不能让一个外人欺负他呢 有大力 请离兴俊到 现实安好 众仙免礼 请坐 这一年 尚书囊的课业将十分繁重 本军特邀侠族先官 推云前来相助 闲话少叙 我们现在开始 上一年节课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东邱一族供奉的圣术 地脉子之 因龟须混沌之力而生 闻闻地脉子之一旦双生花盛开 便会吸收清浊之气 甚至还能够消除龟须的封印 释放混沌之力 带来灭世之祸 天元四万六千五百九十六年九月 四界发现双生花真的盛开了 于是四王摒弃分歧 在兽界崇岭之巅 决定铲除地脉子之 子吾 子吾 你们的四界古代史讲得也太细了吧 太可怕了吧 这只是其中一门课 这一年又到了 我能想 我还能学 这些是侠族的 这些是鱼龙族的 这是鸟族的 它们是草木族的 剩下的呢 都会陆续地搬过来 先要了解各部送来的奏章 这样批阅史方能不偏不一 仅是一族的资料 就要耗费数天才能看完 更别提了然于胸了 你可以先从最少的开始看起 成军 查好了 好 先把我说的整理下来 神君放心 这尚书囊不是应该下学了吗 您都问了八百多遍了 清理姓君驾住了今天的课业 还将下课的时间推迟了两个时辰 本以为送他去上书囊 能讨得欢心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这现在一天 连半日都见不到的 本君要亲自去接他 神君 此举不妥吧 神君 神君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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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出来了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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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到底是出来了还是没出来呀 汉墨的意思是 天后从九霄云殿出来了 本君要去拜见母神 将军不用跟了 墨将可以陪您一起去 神君 是 谈谈 入学第一日 清理姓君就安排了 这么多休息法卷了 这也太狠了吧 你先吃点水果 我不吃了 我说完不成这堂下可以 我再被碧球抓着我那小辫子 再去清理姓君那儿搞我壮 今天又没几个时辰睡咯 吃点水果又不怕什么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我在蓬莱江区等了你一个晚上 实在思念得紧 我还得写卷子呢 我写完再去陪你 这样吧 我帮你写 笔给我 不用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来 好 要不吃个水果啊 再吃一个 这勤奋浩雪也不在这一时啊 我这双目熬得都肿了 我还差一张卷子没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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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哪张哪张 沧桑的悬崖 我听放了浮童水的脸颊 纷飞出海底沙 多想陪你穿越过忧伤的夜霞 我们牵手跌宕的天涯 测缓的时空吹了浪编发 再哭也不怕 你是我心中的羽羊 我的云光 山树成年华 如果泪落下 您做鲜花 那是你心意的谷花 别问心河 还无需回答 唯然亮 天地无上 我 是你心意的谷花 我 是你心意的谷花 天地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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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心意的谷花 我闹着人的谷花 你心意的谷花